當地是一個風沙非常大的一個 有點像荒漠的感覺 晚上他們那裡比較沒有路燈 然後只能用星光來照明 我一開始見到當地的小朋友的時候 就是發現他們都非常的熱情 衝過來給你握手 然後抱住你 然後就是問問你的名字 然後跟我們自我介紹 有一個讓我印象蠻深的是 他們上電腦課 或者是上實驗室的課程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大一群人 然後圍在一個 比如說圍在一台電腦前面 就是沒有到非常足夠的電腦 讓每個人都能夠使用 這個狀況在台灣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拉達克地區是中英邊界 非常敏感的地帶 所以網路是被高度管制的 然後目前助衛的資源是 都是靠著我們跟華碩的合作 那他們提供給我們再生電腦 我們也有提供那個Endless OS 一些離線的教學的軟體 讓他們平常沒有網路可以使用的時候 可以透過資訊的一個協助 然後增加很多的知識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們是跟孩子分組 然後就會在他們旁邊 看他們是怎麼操作那個系統的 然後他們就會主動想要搜尋 他們家鄉的事物來跟我們分享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其實這個 離線的這個資源是真的能夠讓他們去搜尋 他們想要查的東西 而不會受限於比如說電力或者是網路的狀況 我們在台灣其實很難想像說受教育的過程 其實要花這麼大的力氣 我的其中一個心願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把我們有的資源去跟當地分享 可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既然已經第八年了 我們的服務模式未來可以走什麼樣的路 就是把裡面的大孩子培養長大的時候 讓大孩子可以回去服務他的社區 他們就有自己的大手 可以拉他們自己的小手 那我覺得這個精神的傳播 大概是我們這個志工團 最後最後手希望達到的理想 謝謝你嘛